收割機在田裡緩緩前進 將隨風搖曳的稻碎捲入機器中 辛苦大半年終於迎來豐收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新竹線新豐鄉 這裡是新竹最大的米倉 皺紙面積多達1100公頃 產量多達5000多公噸 現在正值收割期 不過以前這片金黃稻田 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 水資源分配不均產量減少 因此有農民開始改變耕作方式 來對抗極端天氣 我們就是旱地直撥 就是乾的直撥水道 新豐鄉青龍劉振裕 勇於挑戰乾式種植 也就是不必育苗插秧 直接將種子種在土壤下方 減少水道灌溉水用量 我們整地不用像水道一樣 整了這麼多次 這大概是翻乾的兩次 我們就可以播種 你看那水田的部分就是角落 或是裡面其實相差不到五公分 但是直撥的缺點就是因為我們翻乾的時候 土塊會跑來跑去 沒有辦法看水去做水平 漢地直撥法可以省下三分之一的水 也能節省人力成本 重點是品質和產量都與慣性農法相當 而現在和傳統水道栽培兩種方式並行 做調節來因應氣候變遷 我們是多方面考量跟氣候變遷 跟停灌的問題以及人力的問題 然後才去選擇做漢地直撥的嘗試 極端氣候衝擊農業已是不爭事實 好在今年到目前台灣沒有缺水危機 不過一旦老天不下雨 新風鄉農民就得和竹科搶水用 根據水利署調查 到了2036年 在竹科南科所在地用水緊張 台南每日缺水量達22.5萬噸 新竹縣市18.5萬噸 台中缺水4萬噸 南部四縣市更會全數缺水 民水的時候其實大家都是問題 不管是民生或者工業或者農業 都是會面對一樣的問題 所以未來怎麼樣去節省水資 或者讓水資源更有效利用 應該是部分產業 都要一併去進行這樣的技術研發 或者調適策略的精進 我覺得都是可以共同來處理 資料更顯示 台灣在2036年到2065年間 風水期雨量將增加3%到9% 枯水期將減少10% 未來降雨會更極端 而2050年全台稻作恐減產一成 有些農業單位其實他們研發了一些 比如說比較抗旱的水稻 好像有些栽種的傳統的是水耕 那現在可能就是我們的這個用 我們的漢作 就我們的漢田直播的方法來做 栽種減少水資源的消耗 這就比較溫暖的海水 你的溫暖海水一直往北抬 2050這條線可能再更往北抬 不只農產品海洋生態也承受相同的生存壓力 在過去二三十年 台灣周遭海洋溫度上升超過攝氏0.7度 是世界平均的兩倍 許多科學研究都顯示 海水表面溫度升高會導致海洋生產力下降 預計在2050年 溫格將減少20% 野生烏魚少90% 尾魚減產10%到20% 而這個趨勢還會持續惡化 所以基本上溫度上升來講的話 海洋的這個生產力會下降 也就是這個暖的這個海流 勢力會比較強 那比較冷的海流 那勢力就慢慢減弱 那這個時候我們知道這個海洋上面的漁場 它都分佈在那個冷暖水交匯的這個地方 就像是廠食物大逃亡 餐桌上的食物 在不知不覺中改變 氣候變遷不可逆 攻擊的力道越來越猛烈 也正影響物種生存 應提早採取行動 才能反轉全球暖化 守護我們的餐桌永續 TVBS新聞 林瑋華 劉彥軒 新竹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